凌晨,最强大脑的制片人桑杰,在个人微博晒出两张照片,宣布第五季的节目全部录制完成,并喊话再会。 他晒出了一张自己2014录制第一季最强大脑时的照片,感慨自己原来长这样,并表示从2014到2018年,自己把青春都献给了这个节目。 最强大脑第五季杀听了,也就意味着这个节目已经结束了,虽然还有几场比赛并没有播出,真正的比赛结果只是有着各式各样的路透,而没有正式公开,但是,各种路透也早已出来了。 除了大结局,还有一些粉丝更关心的他有没有下一季了。 第五季最强大脑更改了赛制,没有了评委打分,让水哥、王玉恒、王峰和鲍云三位队长挑起了大任,一开始很多人并不喜欢这样的改变,但是随着节目的进行,除了节目本身,更多的参加选手吸引了无数人的眼光,让许多粉丝为他们疯狂打call。 如果要说这一季最大的变化,那就是从第一季开始,就一直陪伴着大家,并且一直在高喊着,科学是我评判的唯一标准的魏昆凌不在了,赛制的变化,已经不需要他做阵指挥了,没有了刀刀未在的最强大脑舞台,许多人觉得失了不少的色,少了许多的严谨和科学性。 一直很狂傲,也一直都有狂傲资本的水哥王玉恒,在这一季的比赛中有些掉落神坛,在上星期播出的比赛中,他带领的水支队,被王峰带领的山支队打败,他也无缘于中国队长的竞争,让许多一直追随他的粉丝,觉得难以接受,并称节目组有黑幕。 如果还有第六季,刀刀未,水哥,你最想看到谁回归,你或者,愿意这两个人都远离这个越来越综艺的节目。